就是近似 1 over delta x u x 我這邊可能會建議說 這邊這個 對一階分文 u do x partial u partial x 裡面這個 我們要把它取成 2分 delta x 跟4分 delta x 那首先這兩個的差值 空間的差值 確實是 delta x 下面是 delta x x 差值 加減量2分 delta x 那確實總差就是 delta x 所以這樣寫的是沒有錯 那再往下這步 才會 make sense 就是說 我在x加到2分 delta x 去 evaluate 一些導數 那這邊的話 應該是 這裡 2分 delta x 又變成 往他自己的右邊 跟他自己的左邊 各2分 delta x 那這邊也是這樣 他在x-2分 delta x 往他自己的右邊 跟他自己的左邊 各2分 delta x 這樣才會得到我們的結果 要不然我這邊 不加這個的話 真的很牽強 真的很抱歉 謝謝 這個應該是 我覺得要這樣寫 會比較 比較沒有質 比較沒有疑問 結果是 大概就是這樣用 好 所以以上是一點點修正 那 接下來看的話 就說好啊 Crank Nicholson 那他變成說 我們用T型的想法來求面積 可能會比用長條度要更準確 Hoffer的會更準確 但這邊有一個問題 在訊息流變得比較複雜 然後有沒有發覺 有沒有感覺到 我們原來可以用三個點 來遮一個點嗎 好像不行啊 是不是 你看一下這條方程式 左邊右邊 我這邊剛剛漏的寫 就在X0方上 剛剛忘了寫 就在X0方 補一下 總之在這個 等號左邊右邊 他的訊息流 稍微就是變成 我們來整理一下 稍微整理一下 結果發覺是 如果我們把所有 有J加1的寫到等號左邊來 然後 DeltaP先撐過去 這個我們可以先行 把它撐過去 在那裡 先撐過來的話 在這裡有個2分之1 不要忘記 教會發覺說 你就在整理一下 這個我要看一下小時候 左邊右邊 如果把有下一個moment時間 都寫到等號左邊 然後有上一個moment 都寫到等號右邊的話 這當然可以整理 但是為了求得正確 今天我們就要refer一下 我的小照 修二變成是 我再多寫一段 我把2插掉 2插掉寫到右邊去 顏色應該要越複雜 這個要帶大家看一遍才行 2 這裡有個2 2就把它寫上來 所以一開始有點亂 這跟2 這個大家知道 這張插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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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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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2 3 2 4 2 2 3 2 2 2 4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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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3 他就沒有這麼簡單說三個點一切一個點 為什麼沒有呢 看起來有點像是說 反正前面三個點跟下一個目前三個點 具有一條方程式的觀點性 但是就沒有這麼單純 並不是說三個點只有一切一個點 所以怎麼辦呢 所以當然沒關係 這個東西用矩陣 所以為什麼要introduce矩陣呢 如果我們把這個 u 我們把下一個moment 1-1 u-2 寫成一個column vector which we will do 反正寫成一個column vector 我就會用一個點 來代表哪一個主要 所以這寫成一個column vector 稍微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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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發覺說他可以寫成一個這種形式 變成是A矩陣 A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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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B的前一個moment u-1 j u-2 j u-0 j 這個點代完 反正就是寫到底 其實現在發覺還是蠻OK 你只要把這個 這些像是在數者 他總是這個column vector的某個 這些的線性組合 我們現在要看一下 我們這樣講寫什麼 where A長什麼樣子 B長什麼樣子 A and B 它都是tri-diagonal matrix 三條對角線的matrices tri-diagonal matrix 他就是 A B and B R tri-diagonal 三條對角線 有這樣一個形容詞 三條對角線的matrices 那我們就可以把A寫出來 A應該長什麼樣子 A長的樣子 對角線 它會是一個分解離 成分解離 成分解離 實際 一起來看一下 A長什麼樣子 A 對角線 好像2在這邊 2 然後 然後 加上兩倍的這個東西 Δt除以Δx的平方 有沒有 2加上兩倍的Δt除以Δx的平方 OK 所以它對角線的每一個term 都長這樣 是對應到2加上兩倍的方法 那 off diagonal的話 就是往左往右移一格 對不對 往左往右移一格 往右移一格的話 是有一個Fu的這個term 點點點點 那Further我們就給這個term 因為它會一直出現 它會一直出現在這邊 我們給它這個東西把它叫做R R Define 一個某個場 一個parameter 這個算數蠻重要的 這個我們把它叫做R 好不好 那最後發覺說呢 這個 就是對角線上面都是H上面的話 2加上2R 然後 off diagonal 所以 我再多寫一個Rum Fur Fur 點點點點 三條對角線 寫完它 寫完它 寫完它其他地方 沒有寫的地方都是0 所以 AA矩正 所以意思就是說呢 A這個矩正去 左塵 我們現在下一個 moment 要求解的東西 這個項目 這其實是我們N弄 想要解這個 這個是已經假設上一步已經解出來了 這個假設上面 A乘以X 或者B乘以X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寫一下B 就把它照樣寫實看 然後 B 也是try and diagonal 很耗右邊的B 還要給大家一生中時間自己寫看B 要寫成什麼樣子 你寫成什麼樣子 你寫成什麼樣子 因為如果B寫出來的話 就很簡單 如果B 我寫出來的話 我們就會得到說 那 所以現在這個 有點意思說 U 這個 coulding vector 它的next 就會等於 很簡單 A B V V U None 我們要求解的東西 總是從None 去寫next 這個精神還是在 還是一個一個coulding往下 沒有跳步 我們總是一個一個coulding往下 所以我們把每一個coulding當作現在的狀態 對不對 又要用那個狀態空間來想的時候 next moment 的狀態 會等於現在這個moment的狀態 乘以A B vs B 所以 人家還是可以一步一步往下 人家是可以一步一步往下 所以為什麼要把玩倒閉熟 讓他先了解這個意思 人家是一步往下 所以為什麼要把玩倒閉熟 總之 這個 U now 就可能是 現在的 我剛剛講 U1 J 到 U 最後一個分解力 所以 這是 U now U next 就是 U1 J 加1 把 next moment 到 最右邊 the next moment 這個向量 就等 U A inverse B 所以為什麼要把A B寫出來 因為你寫出來的話 就變成 6K- 就變成 6K- N-1 的變數 以及N-1 方乘4 的連力上乘數 是這個意思 變成是這個意思 所以 大家寫一下 可以看的話 這個答案應該就 希望是故事欲出 這個 對角線上面的話 看起來是 2-2R 對不對 2-2R 2-2R 你寫了一推 然後呢 這邊 看起來是 咦 那上面應該是正R 沒有錯 這邊是正 正 正 好 R R 0-0 R 2-2R R R 0-0 那寫定要不定 但它這個 的Size 是N-1 乘上N-1 選上N-1 選上Size N-1乘上N-1 好吧 總之這樣就好像有了解 把A跟B寫出來 然後 某種高色消去法或什麼 或者說 我實際上在Malab上面畫的東西就是N-1 這樣就可以從前一個moment去預測下一個moment 然後 然後 以死內推 然後以死內推 好 OK 好 所以 to summarize 就變成說 我們的Algorithm 會有什麼不一樣 Algorithm就沒有這麼簡單 就不是 好像就不是這樣 因為訊息的也沒有那麼單純 但仍然 對於每個Jerry的話 總是一步去預測下一步 只是每個在中間的過程 接著到一個高色消去法 或是你直接用Alab 就Inverse 好嗎 就是Inverse-A 來做成 就是B 成到現在的moment狀態 就可以預設下一個moment狀態 OK 大家看一下這兩種方法 我們來比較一下 這兩種方法 哪一個方法的 運算量比較低 顯然是這邊運算量比較低對不對 對不對 對不對 你沒有回到意見 對不對 你的集中幣有照 出彩圈很重 這邊的運算量比較低 是吧 是吧 好 所以這 這次有點虛擬怪獸 第一張是好事 但是 那右邊有什麼優勢啊 有的看起來 如果我們給定 DUPA T跟JX 都會比較複雜 因為右邊這個 中間這條式子 沒辦法這麼簡單 在這個步驟的話 右邊那個 Krank Nicholson 沒有這麼簡單 那要稍微複雜一點 但是右邊有什麼優勢啊 要不要猜一下 右邊這個有什麼優勢 左邊也猜不到 左邊也猜不到嗎 右邊是不是可能會有什麼優勢啊 左邊也猜到右邊 左邊比較精準 所以 比較精準 所以 左邊賣光比較大 左邊有什麼優勢 沒辦法 那個叫做什麼 叫做有利好沒有利好 三好久三陣 還有別的想法 你猜猜猜看 就你覺得它有什麼優勢 你會把這個Input 你出來 用電腦去算時間算比較快 我相信確實是左邊檢減快很多 但是 但是厲害的地方 右邊的出現在是它的Stability Requirements 它沒有Stability Requirements 這稍微驚訝 在這本課本 你們稍微惡讀一下 這兩本有一本有提到 不管你怎麼選擇 它一定是Stable 這個有點驚訝 可能再給點評論 Turns out Turns out 永遠穩定 不管你亂選 準不準你每次 都不能掉進去一百秒 很定 完全不準 可能不要請教這樣 所以說 Turns out 它這個 re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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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可以選多大 它都Stable 那所以說 接下來的話 就可以大家回去測看看 那 等於說它一次可以跳比較多步 這邊如果要0.01秒左右 一個步 這邊的跨距可以是0.01秒 它可以Stave 照樣穩定 準不準一回事 但是它是穩定 事實上可能在同樣準度 它搞不好 因為它一次可以跳好多的步 也許它反而是一個 更 在求某個固定精確度的情況下 也許它是更能飛行的 但我失礙了 我沒有做詳細的去 妥協過 但是就我們的課本上 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 今天也許可以提到結束 有興趣可以來翻一下 有這樣子的一些 它會問數 但我們不會翻到這 是可以證明的 It's always stable 這個 應該說 Any stability 一般我們實物上面 KyotaX就會 選定一個空間的解析度 希望空間看多細 選好 因為對時間預測 我們可以入口大 這個是右邊真正的優勢 在這裡 請大家做實驗 所以 以上大概就是說 這兩種方法給大家做介紹 然後呢 不過總之精神是一部分 精神就是 有一個Column 就來想辦法算下一個Column 於此 類推 所以這大概就是 這次作業的一個 精神在這邊 好 那接下來的話 接下來 我們休息兩分鐘 我準備一下 我要接換到作業的簡介 今天請進去歡迎翻閱 休息再分鐘 請翻閱客人 請翻閱客人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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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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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